我們現在回到這邊來 就是老師到底想要怎麼樣教教學工具 我們來看一下這裡有幾個 我把它列出來 第一個就是我剛剛有提到的 其實以前我們在學習所謂的教材數位化 最常見的就是把你的教材變網頁 可是網頁真的不是你的職業 對不對 我怎麼可能做得多漂亮 那又很難啊 可是因為你的網頁要上網啊 但是今天我們如果老師用最多的 應該是一種格式叫做office的格式對不對 如果你的office的檔案反正也是數位化的 我放在上面就可以正常看到 這樣是不是也可以幫助 反正同學看得到就好了嘛 好就符合我們教材數位化的原則 那你就可以繼續用啊 對不對 那我們一般現在學校的數位學平台 是用智慧大師嘛 請問office的教材放在上面可不可以直接預覽 我如果印象沒有記錯 應該是要下載之後才能夠看對不對 應該 我印象中應該是智慧大師要下載之後才能夠看 但是這樣就麻煩了 沒錯吧 假設他電腦裡面沒有裝office 那就完了 行動裝置上不能看 萬一他不能看是不是也不OK 所以這樣就不行 那像這個部分其實OneNote就有提供一個好處 你只要是跟Google雲端硬碟做整合 所以只要是雲端硬碟能夠怎麼樣 預覽的他通通都可以看 反正在電腦上就直接看完了 這樣有沒有比較方便一點 比較方便 那再來就是在這邊 老師最希望知道一件事情 同學到底有沒有看 請問老師您現在會不會讓同學回去先預習一下 碩士班博士班那是不用講的 本來就應該要看的 但是我們講大學部的 大學部的請問同學回去會不會預習 有很大的問號對不對 就算他講的是 那這個是到底佔百分之多少 又很大的疑問對不對 不是我們不相信學生 而是真的會主動學習的 畢竟還是相對比較少數 還是比較少數 那這個部分在OneNote確實也可以怎麼樣 也可以做得到 也可以做得到 你可以看他閱讀多久 甚至如果是影片題 有些同學會跳著看 我們還知道 等一下要給大家一起看一下 另外呢 老師當然也希望有比較多的什麼 測驗同學看他會不會的方法 平常大部分大家除了我們標準的期中期末考 交報告 其實交報告是最不得已的對不對 因為老師最累嘛 交報告他累一次 你要累四五十次啊 因為你要全部看過比較辛苦 那如果您是用測驗的方式 不管是單選複選 這是一種方法 但是請問可不可以用塗鴉的 也可以啊 因為比如說我們有一些是屬於 實驗步驟也好 或者是流程的 他選的 他一畫在這裡 二畫在這邊 這個順序如果不對 即使他圈對也是有問題對不對 所以在OneNote裡面他有塗鴉可以用 另外一個 老師一定都有用過一個東西 老師現在上課有沒有機會用到 播放那個影片給同學看 也有對不對 但是如果這部影片可能有二十分鐘三十分鐘 可是他可能有重要的 就是跟我們上課有關的 也許是在第十分鐘 那您要從什麼時候開始播 當然是進去教材 就從第十分鐘開始播就好了對不對 所以這個OneNote做得到 再來就是 還有一個 影片裡面可不可以出題 可以的 影片也可以出題 因為如果你自己還要記住 我要在哪一個時間點 趕快按住START 然後再問同學問題 這樣就有點辛苦了 所以他可以在時間 你指定的時間到了之後 就自動跳出那個題目來 同學沒有答對 就不能繼續看下去嗎 因為每個人進度不一樣 就跟我們模特斯一樣啊 對不對 自由學習啊 可是時間到了還是會自動跳出來 老師不用在旁邊 像這樣是不是測驗就比較多元一點 這是對老師來講 所以你看我們這樣的互動 是不是就更有趣一些 你比較多的互動 我們知道同學的一些 所謂的閱讀的情形 學習的情形的話 其實老師更容易怎麼樣 針對這個班級的程度 去做所謂的課程的調整 或者是做一些其他的補強也好 那當然在OneNote裡面也可以怎麼樣 也可以做獎勵喔 也可以做獎勵 也是可以的 再來 這個應該是大部分老師用學校數位學習平台 最常用的方法對不對 學校數位學習平台 就是最好的腳交作業平台 對不對 老師大部分都是用到這個功能 所以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同學會喜歡上去嗎 一點都不想 因為上去那邊就是要交作業了 對不對 那老師也不太喜歡上去 因為上去 大多數的老師 我不要用調查的 但是我可以知道一件事情 絕大多數學校的 不管是用哪一個數位學習平台 您會發現一件事情 大多數學校老師都沒有很喜歡 自己學校所使用的數位學習平台 有沒有老師 您覺得我們學校智慧大師特別好用 糟糕 面面相去 因為其實 我自己是因為會到處跑馬灶 所以我會用比較多學校不同的數位學習平台 我會有很清楚的感覺就是說 老師都覺得學校數位學習平台不好用 可是為什麼一定要用 因為學校規定了 對不對 那這樣自然老師您做數位教材動力 就比較弱一點 在願意上去 因為醫院比較低嘛 所以當然在上面的那些什麼互動 教材呈現就比較死板 比較自私化 我教材丟一丟就好 同學教作業我改方便就好了 就這樣 那這樣就非常可惜 就非常可惜 因為您就 因為我們一般在大學面 可能您一個禮拜 就跟同學見面兩個小時或三個小時 其他時間 見面的機會是就不多 對啊 那怎麼辦呢 互動機會就很少 互動機會就很少 所以其實像我平常是 上課就有錄影 所以我請同學遇習的時候 你都知道我怎麼做嗎 我都請去年的我先教他們一下 他回去去看去年的我教他 然後呢 上課的時候 今年的我教他 他回去的時候 也是今年的我教他 所以這樣有沒有比較簡單一點 因為其實我錄影很多年了 所以就很輕鬆 那 而且 不好意思 跟老師講 有時候我常常覺得 去年的我比較厲害 因為 有些東西我們不常每天在弄的話 我就會忘記嘛 對不對 對啊 有時候 我就發現 像我這個禮拜 禮拜一 我這個學期禮拜一的課 我就 禮拜天晚上的時候 就先叫去年的我 先看一下 我去年怎麼教的 我再回來 我就回來 禮拜一的時候 我就再上課就好啦 所以也不錯嘛 其實事實上錄影不是只對學生 對老師也很好 那當然如果老師有時候 公出不在對不對 你就叫他去年的你看一下 也可以嘛 好 OK 所以這是另外一個特點 另外其實教材統一管理 事實上是蠻重要的 老師也許一個年級 或就相同課程 人數比較多 也許會有兩個班 或三個班 對不對 那 您的教材 萬一有更新 或者有增加補充 你要補充三次嗎 這樣累不累 也是很累啊 所以有沒有比較好的 統一的管理方法 對不對 那如果只要一更新的 全部怎麼樣 所有班級就全部更新 而且不是只有今年的班級 以前的班級也一起更新 也可以 看你要怎麼做 所以像這樣子 那再來就是我們講的 所謂的班級經營 班級經營事實上就是 跟同學互動 跟同學互動 那另外呢 一般的學校數位學朋友 有的也有提供所謂的行動學習的介面 那玩弄這個地方也有提供 再來就是很重要的 老師在收集教材的時候 這個地方 收集教材的時候 其實平常大家現在都做很大量的閱讀 沒有錯嘛 網頁也好 影片也好 當然您如果實體的報章雜誌 是一種方法 可是如果您的資料已經在網頁上了 您上去看 平常各位老師 您收集網頁這種參考資料 您的方式會是怎麼做 標題複製一次 網址複製一次 如果內容好的話 就順便再把內容複製一次 然後就放到你們家的 我的最愛也好 或者是您自己的寶庫裡面 對不對 但是你知道嗎 你的最愛你有沒有很愛 老早就後宮家庭三千 但是有人跑掉都不知道對不對 因為網頁會不會更新 也會 有些人會不見 但是那些資料不見 您有沒有想過 我要怎麼去管理您那些我的最愛 很麻煩 所以呢 其實OneNote他這邊有提供一個好處 就是他有提供就是瀏覽器的擴充工具 您在邊看資料的時候 看影片也好 看網頁也好 邊看資料就邊收集了 就把你的資料整理進來 享用的時候再來飲用一下就可以了 有點類似我的最愛 但是重點是 可以直接加到您自己的什麼 就是上課的所謂的教材裡面去 這個部分呢 我先用口頭的先這樣簡單介紹一下 我馬上進到OneNote來看一下 好不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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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